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 17号早上的10点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 现场鸣枪12响向88名志愿军应列致敬 军乐队奏响思念曲《安葬仪式》正式开始 在解放军战士持枪护卫下 礼兵护送志愿者烈士官果步入现场 现场奏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向志愿军列士三鞠躬一鞠躬 退役军人事务部党组书记部长裴金家致悼念词 随后现场人士脱帽向志愿军列士三鞠躬 27名礼兵迎枪十二响 向英烈至于冲高敬意 随着思念曲再次低回奏响 礼兵们抬起志愿者烈士官果绕广场半周 缓缓走向安葬地宫 这是第九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列士遗骸 安葬在沈阳抗美援朝列士陵园 2014年至今 累计有913位在韩志愿者列士遗骸回到祖国 凤凤华卫视综合报道